从个性上讲 我想我这个人还是属于比较浪漫的一种人 十岁的时候过生日 爸爸带我去看芭蕾舞团的演出 当时看到那些芭蕾仙子 都把脚尖踮起来的时候 我以为我也长了跳芭蕾舞的脚 因为我的脚正好是足下垂 所以我特别高兴 回到家里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说妈妈 我的脚长得跟跳芭蕾舞的演员一样 我说妈 我长大了 我也要跳芭蕾舞 这样就过了好多年 我在病床上学会了写字 后来学会了读书 到了1993年的时候 上海那个电视台 邀请我跟上海芭蕾舞团 共同拍摄一部MTV 歌词是我写的 他们在我身边 那个编起脚尖 那个旋转的时候 我自己就在他的中心 我觉得我自己的梦已经实现了 我跟上海芭蕾舞的 我跟上海芭蕾舞的 这就是一句鬼